最近习密华事件确实是很热门 第一 有星岛日报图片为证 习密华被传唤带到警局 第二 有视频 戴黑头罩直录眼睛 那小眼睛单眼皮确实很像 匹配度很高 除非是匹配对象定向错了 或者有和他眼睛特别相似度的人 以上是习密华被拘捕的报道 似习密华被捕是铁定的事实了 但不知道戴黑头罩和露天敞开脸 面戴手铐也没戴 星期日报警方带路那张 那一张是前 那一张是后 按逻辑戴头罩是抓捕 什么也没戴 那只是请去警局而已 本号觉得习密华应该不会被捕 即使被捕不久也会放了 毕竟那是特区 法律不一样 习密华被温州检察院批准逮捕 后来得到澳门警方那里原先叫司警局 现在叫警察局配合调查 这一事情被网上叫得火热 并说习密华倒台了 甚至说时代变了 说多个贵宾厅被关 这种说法很不太对 世界四大堵城之一绝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胡死尚有余威 习密华不会那么轻易倒掉的 西密华即使被捕 他也可以上诉 才能有出路 那时候向华言不是上诉成功了吗 西密华是否被捕 就说这么多 最新进程截止到上月29日 关于西密华事件搜索引擎显示的事件脉络有关键两条 11月29日 周周华已被警方移送陆环监狱积压 11月28日 周周华承认架设海外赌博平台 尽管如此 本号还是不轻信西密华被捕 监狱照片在哪里 从网上报道看澳门也有检察院 据悉 澳门回归前没有检察机关 只有法院 行使检察权的检察官公署 当时的检察官官署属于法院 且在法院机关办公 回归后设立两个独立司法机关 分别设法院和检察院 检察官通过提名和任命上任 提名由特首提名 任命由中央政府任命 检察院的职责有四条 第一条是 在法庭上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二条是 领导刑事侦查 确保刑事诉讼 据悉 澳门只有一个监狱 澳门最早的监狱位于现在的苏亚利医生街 以前叫监狱街 1912年 建成澳门中央监狱 原监狱撤销 1990年 陆环监狱建成 中央监狱迁移到这里 既是服刑场所又是积压场所 澳门监狱的职责是 鼓励他们重返社会 帮助他们处理好同家庭的关系 并为将来加入劳动市场做好准备 家庭关系监狱也要管 这是第一次知道 新赌王周焯华被捕 他一手缔造的商业帝国开始崩塌 12月1日 太阳城集团再次停牌 待公布内幕消息 股价停留在0.132港元一股 开商控股则继续暴跌走势 两天前两家公司均公告撇清 内容大抵相同 表态旗下业务未涉及跨境赌博 周焯华有意辞任董事会主席及公司执行董事 另一关联公司太阳娱乐同样连日大跌 领传 太阳城贵宾厅于一日零时起全部关闭 事件也引发一众上市 波台股纷纷下跌 周本市草根能从赌业发迹 也颇具商业头脑 用户思维 甚至有几分创新精神 可惜不知敬畏 最终满盘皆输 暴风眼里的周焯华11月26日晚被批捕 罪名为涉嫌在中国境内 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行为情节严重 温州市公安局的案情通报提到 以周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在博彩江湖人们更熟悉周焯华的外号 西密华 这一名字来自八十年代港剧 城市故事男主角 周与其长相酷似 因而流传开来 周焯华1974年生于澳门 二十岁涉足博彩业 最早从混迹天桥 码头的蝶马仔做起 这类寻找介绍赌客客员的服务人员 多数靠转借获利 赌客向蝶马仔借钱 要先扣出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类似看头稀 周换了个思路 更将用户体验 他不提前口息 而是陪同赌客拿着借款换成筹码 只从赌注筹成百分之十 赌客心理上更接受 客源打开转得更多 有此发家 蝶马仔是博彩中介的重要角色 按澳门的行政法规界定 读听听主是博彩中介人 蝶马仔则是中介人的合作人 中介人的业务主要包括为赌客提供交通 住宿 餐饮和消遣等各种便利 头脑灵活 加之贵人相助 周周华于2007年创办太阳城集团 在澳门星期九店 开始首家太阳城贵宾会 系统化经营博彩中介生意 那年他才33岁 又恰逢澳门贵宾博彩业务 高速发展期 单张堵桌的油水暴增 2009年至2013年澳门贵宾博彩毛收入 由798亿澳门元增至2385亿澳门元 单张堵桌博彩毛收入 由2502万澳门元一年 增长至6274万澳门元一年 那年澳门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 大体在0.8上下浮动 澳门贵宾博彩业 差不多就有2000亿的总盘子 这么大的蛋糕 周焯华分润极高 据披露太阳城博彩中介 由周焯华全资拥有 作为澳门最大的博彩中介 他牢牢把控着这台赚钱机器 并为大量赌场提供 获利丰厚的高端客源 如今太阳城集团 在澳门及海外 拥有超过30间贵宾厅 及450张赌台 贵宾厅的市场占有率 占全澳门的45% 周焯华的尴尬 在于从赌业发家 却始终在澳门没有牌照 只能从事相对边缘的中介业务 2013年起 内地繁腐等工作强力开展 贵宾博彩业务大受影响 2014年至2016年 澳门贵宾博彩毛收入 从2125亿澳门元 下降至1189亿澳门元 近乎腰斩 澳门博彩的规模也受到政策管制 2013年至2024年间 新增堵桌审批数量 年增长不超过3% 澳门特区政府重申 由于涉嫌违法澳门法律 规定的行为 也必将依法追究 绝不姑息 周中华的目光 重点投向中国的周边区域 越南 俄罗斯 菲律宾 柬埔寨 太阳城集团在这些地区 开设贵宾厅度假村 那里博彩税率更低 佣金空间更大 比如他选择在博彩业发达的 菲律宾 马尼拉 投资10亿美金建综合度假村 Vitside City Vitside City项目预期 2023年准备就绪 全面落成后会设有300张娱乐桌 超过1300台饺子机 超450个五星级酒店客房 他手头的另一重点项目 是位于俄罗斯的水晶湖宫店 业绩表现一直很稳定 2021年上半年的博彩收益为1.29亿港元 同比增加34% 一次机缘巧合下 我引工干来到水晶湖宫店 作为行业中资深的商人 瞬间我便洞悉到 这个娱乐场赏击无限 周周华这样提到发掘该项目的细节 水晶湖宫店已完成一期升级工程 全新的太阳城贵宾厅 新的正宗火锅店 以及私人俱乐部都齐了 一旦二期投入运作 博彩设施数量将增加至双倍 缆克能力也是比加倍 2020年澳门的博彩生意疲弱 国内有积极打击跨境赌博 大大妨碍了周卓华的部署 他还就内地管控资金流入澳门 提出一条建议 认为内地银行可发出旅行支票 在澳门各娱乐场 贵宾厅及银行兑换 由此实现贵宾厅的资金监管 期间周卓华也广盛副业 2011年太阳城集团成立太阳娱乐 投身电影和演唱会制作 艺人管理等领域 旗下有许志安 文永山等知名艺人 联合出品多部热门电影 周本人担任过澳门影视制作文化协会会长 他还进军餐饮金融及地产行业 打造珠宝钟表品牌像Lux 而后脚步不停成立太阳国际拍卖行 太阳旅游公司 相对于博彩 这些副业固然吸引眼球体量应很有限 周卓华的花样翻新 瞄准的核心群体一直未变 就是内地客户 问题在于他走得太远 试图另辟蹊径 转到去菲律宾获取网络博彩照 开设网络度过平台 最近两年财报的主席报告 周卓华都提到了博彩生意艰难 如牛负重 行身泥中 但仍相信会像河流一样顺流而行到达彼岸 这一次他真的行身泥中 彼岸已无周可渡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